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一般,了解他们,关心他们,并且随时提供热情,有活力的氛围,营造护理站就如同一个大家庭般的温馨。待人先待心,以关怀坐后盾,培养出如同家人般的浓厚情感。不只亲身,也会找同人聚餐,请听心事,解决困难。 我们阿长啊,不定时啊,都会在我们这边啊,就是去帮我们举办一些庆生的活动啊,还有去帮一些聚餐的那个地板,然后就让我们大家一团,就是一群人一起去外面聚餐。 它这样让我们在工作的之余啊,就可以让我们借着这些来培养我们的感情。 主动关心他们的工作、感情、家庭,增进彼此的关心,所以成为同人心目中的看妈妈。 康瑞兰护理长,拥有一颗慈祥的护理心,不仅关心单位同人,也能用心感受住院病患的需求与不便。 28年从事护理工作以来,康瑞兰护理长接触过无数的病人与家属,重新感受到,当病痛折磨时,不仅病人难受,连带亲人都有着庞大的身心压力。 因此,护理长都会尽量帮忙解决住院期间不便的事情,尽量给予最大的协助与关怀。 冰敷是骨科病房最常见的治疗方式,冰敷过程中常会因为翻身、复健等活动而导致冰敷带滑落,影响冰敷效果。 康瑞兰护理长看到了病患与家属的需求,一心想要让冰敷治疗方便且不费力。 从研发到完成,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,终于发明完成了膝带式调整型肢体冰敷固定带。 这个冰敷带,现在用这个好水,还不太冷了,冷气了。 还蛮方便的,它如果躺在床上也不会说翻个身就掉下来,因为它有绑着固定住按,然后松紧也可以自己调整。 从100年到103年,参与护理师、护士工会、全国联合会,推动护理创新竞赛活动共三次。 这三次的创新作品都获得了家座的殊荣。 创新不限于高科技产业,也不是天才的专利。 就算平凡的护理人员,只要透过训练和激励,也能研发出作品。 希望未来也能将所学经验,继续传承,并造福病患。 presupоров worthwhile 优优贤 前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